大家好,我是新城俊峰的Casca 和大家討論今次的投資學堂 今次的話題想跟大家討論 就是月供股票 究竟月供股票是否一個好的投資方法 或是月供股票中間有甚麼大家需要注意 其實月供股票顧名思義 可能有一些銀行或者券商 它本身有一個計劃 這個計劃裡面涵蓋著很多股票 通常都是一些比較大型的股票 你就可以選向這些銀行每個月 買入一些特定數量的股票 通常不是一手一手計的 通常是有稅股的 因為通常相對的一個數量 你可以自己控制 可以控制工的金額是多少 但中間也會有些手續費 但會讓你用一個少一點的金額 買到一些可能的納數比較大的股票 然後用一個平均的價格去買入 這是我們經常所講的 月供股票的一些計劃 但究竟這些計劃 究竟是否每個投資者都是適合的呢 我這個就是有點疑問的 月供股票本身就是平均投資法 因為你每個月都會賣 其實如果你每個月都會賣的時候 你必須要那隻股票長期都是升的 未必是一個很快的升勢 但一定要長期都是慢慢地走上去 你才會有一個比較可觀的利潤 如果不是 如果中間整隻股票可能都是波幅很大 但是錯來錯去之後都是原地踏步的話 其實你月供股票是不會有什麼大型的利潤 可以獲取到 所以可能你出到最後的一個結果 甚至是原地踏步 又或者是跑輸 你可能放入銀行做定期的一個匯報 所以大家去選擇員工股票 或者理解這個邏輯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究竟我們在買的什麼資產 又或者是這個方法究竟是否適合你 下一集就繼續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問題